周一 美国国会众议员迈克·华尔兹发起决议案 呼吁美国奥委会抵制北京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 声明说 中共仅在去年就实施了大量邪恶行径 应该剥夺他们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资格 声明还说 如果允许北京主办奥运会 就相当于合法化中共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行为 对香港民主权力的破坏 以及对中共病毒爆发的危险镇压 他敦促美国和国际奥委会 在其他城市举办2022年冬奥会 如果国际奥委会拒绝这一提议 他建议美国和其他国家奥委会退出2022年冬奥会 《华盛顿观察家报》周一刊登了华尔兹的署名文章 他在文章中将北京和纳粹德国 前苏联等独裁政府相比较 表示 他们都试图通过举办奥运会 使其行为合法化 2月初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科顿 斯科特等人发起决议案 要求奥委会将2022年冬奥会 转移到其他国家举办 对此 白宫发言人沙奇2月2日回应说 针对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吁 拜登政府没有改变对北京奥运会的态度 2月初 全球180多个运动团体 共同发起倡议 呼吁各国政府抵制2022年北京主办冬奥会 避免奥运会成为鼓励中共镇压人权的借口 新唐记者毕欣词 陈海月综合报道